两个木鱼干先用温水泡发 趁这个时间处理一下排骨 加几片姜少许料酒焯一遍水 水开披起表面的浮沫 再捞出来冲洗干净备用 刮好的木鱼漆骨削掉表面的纳层膜 清洗干净再切条 处理好先装起来 再来几片姜区区寒 全部食材倒入砂锅中 加上的清水 盖上盖子中火煲25分钟 将骨头的鲜味煲出来 趁这个时间切两根白萝卜 这个季节吃萝卜非常好 切好输入盘中 时间大了再将萝卜放进来 继续煲上15分钟左右 像这样用筷子轻松戳透就可以了 调料加上盐跟线某胡椒粉就可以了 太多调料容易掩盖汤本身的鲜味 这道汤因为加了墨衣干 口感上更加鲜甜 一家老少都非常爱喝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 拜拜